北极二号被炸的时候 当初讲是俄罗斯的假期行动 说把这个责任推给乌克兰 而且当初一直在讨论动机 结果没想到 这个真正冲手就是乌克兰自己 在那边自导自野 他的民众用了天然气 本来是用俄罗斯的便宜 现在要买美国的异化天然气 贵 受害的是谁 是这些气管通过的国家 尤其是德国 当初最挺乌克兰 造成德国的通货膨胀 这个俄乌战争 一千天 然后到明年2月24号 马上就要满三年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还记得吗 曾经惊动国际 就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有一段时间呢 突然发生了 北溪天然气管线爆炸案 那最近这个案子呢 有了惊人的发展 就是德国的明镜周刊 他们深入调查后发现 说这起爆炸案呢 竟然是由乌克兰安全部门 策划执行的 而且呢 代号叫做直径行动 他们只花费了30万美元 折合台币是970万左右 就毁掉了俄罗斯 奥地利 荷兰 德国 这五国呢 耗资95亿欧元 打造的这个欧洲 规模最大的 海底供器的这个基础设施 那参与这起行动的 乌克兰小组的成员呢 根据报道说呢 总共有12个人 其中呢 部分成员也被挖出 跟美国的CIA中情局 有着密切的联系 讲到这边 不说俄罗斯了 将近您觉得 光是刚点到的 法国 奥地利 荷兰 德国 听到这个新闻 火大死吧 对 这个可以 当初的时候 我们知道 北析二号被炸的时候 还推给俄罗斯 大家都是俄罗斯 就是假期行动 想知道就是说 把这个责任 推给这个乌克兰 说这个原原本本 就是俄罗斯干的 都是这样子 那大家一直 矛头对着俄罗斯 那俄罗斯一直 一直说不是他 大家也没办法 大家要不要 重口溯精 而且当初一直在讨论 动机 动机是什么 对 就是中国作精 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炸 然后嫁货 以乌克兰炸的 后来现在真正查出来 就是乌克兰做的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95亿欧元 就是100亿美元 做的 然后这个就是天然气 让这些欧洲 你看他会不会 这些管线都通过了 你包含 波兰包含德国 这些意大利 他会不会 他的民众 用的这个天然气 本来是用俄罗斯的便宜 现在要买 美国的异化天然气 贵 那怪谁了 所以将士 您觉得这个新闻 一出来之后 对于乌克兰 跟这些国家的关系 对 这位支持度 马上降低 因为这个是嫁祸于人 当初讲是 欧罗斯的假期行动 结果没想到 这个真正 最后的凶手 就是乌克兰 自己在那边 自导自野 那就做这个 然后受害的是谁 受害的是这些 这个油气管 这个气管 通过的这些国家 对 尤其是德国 德国当初最挺 乌克兰是德国 你提到德国 这个是德国 明镜周刊 这个时候公布 这个新闻 会不会有意思 就是说德国 要先跟乌克兰 做一些切割 我认为这样子 他想要这个 把这个责任 推给乌克兰之后 对乌克兰的支持 就产生更疲乏 本来就一心难散了 这时候推出来 刚好有一个理由 有个借口 非常好的 你会这样子 也在我 因为我受害最深 受害者 我是首当其冲 造成他里面 这些 尤其是冬天 最需要的就是天然气 而且又是便宜的天然气 现在是买贵的天然气 变成这个状况 那还造成 这个德国的通货膨胀 因为人员就会造成 这个整个物价的波动 这个状况 刚好这个时候 刚好要找个理由 那现在 这个俄乌战争 已经打了1003天了 那现在 我看这些 相关的这些 欧洲的国家 对乌克兰来看 他们最起码已经给 乌克兰这方面的 军事上的援助 总共1250亿美元 够多啦 你还要再要 你看他一直要要武器 那不是光美国人会给 他们也要调拨过去 那他们现在来看 经过两年多 经过1000天 他们也异性南山了 那异性南山 这个时候 这个新闻播出来了 那大家 他们异性南山 不是光是政府异性南山 可能这些 相关国家的民众 也异性南山 原来真正的凶手是这个 当初还怪到俄罗斯 结果这个查出凶手 就是乌克兰 原来凶手就是你 对 就是这个想要嫁祸于 这个自导自演的事情 假如对乌克兰来看 在这个时机点 我最爱是时机 还有它的目的 时机点 我认为俄乌战争 已经到了末端 而且当初在发生 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大家一直在 讨论一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俄罗斯 要破坏这个管线 一直在强调那个动机 所以这次明镜周刊 进一步的分析 他们就分析说 这个行动的背后动机 是什么呢 他们指出了乌克兰 去破坏这个北溪天然管线 因为他们一直认为 这条北溪天然管线 是俄罗斯在欧洲 施加经济跟地缘政治影响力 最有利的工具 而对乌克兰来说 让北溪二号的管线 无法运作的话 不但能够断掉 俄罗斯外销天然气的获利 就让它没有办法 透过卖天然气赚钱 也能够削弱欧洲各国 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这样的话就更有助于 来说服这些欧盟各国 更加的坚定支持乌克兰 听起来在经济上的影响 确实很大 但是我们怎么评估 就是说这个 因为在北溪天然气 北溪二号被破坏以后 其实欧洲各国 当时非常的着急 也都纷纷的去寻找替代能源 那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在经济上 王老师您看 对于俄罗斯 还有对欧洲的影响 当时觉得非常的大 您的评估 您觉得那时候影响非常大 多大呢 因为那时候就是 因为这个北溪一号跟二号 大概是有这个 1100亿的立方 因此的这个天然气 占了欧洲 整个使用量的四分之一 所以你看 少掉这个东西的话 对这个能源短缺 它必须要寻找 其他替代能源 那替代能源 替代的地方的进口来源 包括中东 美国等等 它的能源成本是提高很多 你看德国 这个它的这个通膨 因为能源价格通膨 影响很大 英国也是一样 英国的也受到多少 这欧洲国家都受到一些影响 英国最后 有人甚至妇女 因为能源价格高 工作了三个这个加班 也没办法租去房子 所以英国的执政长就垮了 那你看德国 执政长也是面临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是让这个德国 法国 这个欧洲国家 其实面临到能源价格 造成通膨 所以它不只是造成经济的影响 对 是政治上的影响 因为你看英国 法国 其实这些执政长都摇摇欲坠 包括通膨 你看这次从这个全世界 为什么这个执政长都垮台 因为老百姓 笨蛋问题都在经济 你看从英国 工作三个 这个班还没办法租去房子 你看美国 其实有四千万人 美国尤其 美国四千万人是在 依赖弄实物卷的 那这个法国 这些日本 你看日本虽然经济很好 那它的股市涨了一倍 但是呢 这个所得没增加 通膨又严重 所以你看那个岸田文雄 跌到 支持度跌到30%以下 所以告诉你说 这个油价会影响到你的经济 影响到你政府的支持度 所以这里面包括这个很多 但是当然美国跟乌克莱 考虑的是地缘政治 因为他们担心说 如果今天这个北溪二号也通过的话 那油田从这个俄罗斯拉到德国 德国对这个俄罗斯依赖更重 所以很多东西就不可能支持乌克兰 所以这也是从这个地缘政治跟经济的一个思考 做了一些不同的选择 但是看起来当时对老百姓的国际民生是比较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我另外一个问题请教老师 就是说在这个北溪二号被破坏以后 像您看欧洲还有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的格局 有没有因此来做出一些调整或改变 当然会有些改变 因为如果说过去比较支持从俄罗斯出来 它的成本比较低 那现在我转从中东 从美国 所以美国也是一个 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受惠者 那当然这些国家会获利 然后油价也会跟着鸿台上来 因为少了这个四分之一的这个供应的话 那整个能源价格相对飙涨 所以其实是整个不止只有欧洲受害 是全球都会相对来受害 OK 所以除了经济 除了政治 还包括地缘关系 也出现了一些改变 像这次俄罗斯战争 就让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我继续请教静哥 就是因为看到南韩国家安保市长申源提他 在11月22号他表示说 莫斯科因为北韩派兵援俄 所以决定要提供防空飞弹 来帮助北韩加强平壤的防空安全网 那么首尔智库 韩国防卫网络的专家叫李日宇 他就分析 他说俄罗斯可能提供S-400 地对空飞弹系统 这个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50英里 大概是402公里 能够对付弹道飞弹 还有战机 还有巡异飞弹 所以如果真的俄罗斯提供给北韩S-400 这个地对空的飞弹系统的话 您觉得对于整个韩半岛 乃至于整个东亚的战略态势 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 我基本上来讲 这种防空飞弹是首饰防空 对于首饰防空当然是有帮助 但是它不会去增加 对于美日韩安保这个体系的威胁 因为它毕竟是首饰武器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我们韩国从这个 自从平壤跟莫斯科开始勾搭以来 韩国的反应是很奇怪的 这个北韩派兵去支援俄罗斯 南韩应该很高兴 朝鲜的军队原来可能对你威胁了 都跑走了 我先问嘛 我们将心比心 假如现在对岸的东部战区 全部都离开了 南部战区都离开了 去支援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我们是不是会觉得比较轻松 对不对 可是韩国却不是如此 韩国的反应是很奇怪 就是因为它去挺乌克兰 所以它去打这个挺俄罗斯 去打乌克兰 所以我们也打算要派 所以它的逻辑也是非常的怪异 这让我们觉得 也是真是觉得很难以判断 所以它的 这个韩国的很多资讯来源 它的可信度真的是值得怀疑的 尤其针对 北韩到底我们派军人到俄罗斯去参与战争 那个里头有很多报道 是相当相当的离奇离谱 而且非常的违反常理 但是我还是这边帮这个 就是副院长这边要补充一下 就明镜周刊提出来这个报道 居然到现在为止 乌克兰没有否认也没有回忆 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事情 究竟这里头 这个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觉得大家倒是应该给继续静观其变 您看这个周刊的可信度 就是说这个报道的真实性应该是 我认为空穴不来风 而且假如 乌克兰也没否认 不是假如是假的 基辅早就跳起来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要提起 他没有立刻否认 这就是这里头相当吊诡的原因 OK 好 刚刚您提到说 有关于说像 北韩跟俄罗斯 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趋于紧密 那您说对于这个美日韩安保的 这个影响不大 因为它首饰武器 对 但是对于这个美日韩安保的 这个整个系统来说的话 未来在影响上虽然不大 可是至少在整体的态势上面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做调整呢 我认为大家去观察朝鲜半岛 不可以忘记北京的因素 在这次习近平跟拜祭之间 这个在这次 在这个讲话的时候 就高峰对函 我认为习近平有讲的一句话 我们不会容忍朝鲜半岛 生战生乱 我们不会坐视 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 受到这个威胁 受到破坏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低估 即使莫斯科跟平壤在改善关系 但这个平壤不会忘记 真正对他最重要 在挺他的大哥还是北京 OK 江俊您的看法 我认为最起码中国大陆讲 刚才张静博士有讲到 就不要在朝鲜半岛生乱生事 那中国大陆想到生乱生事 中国大陆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个 北韩难民几百万到东北 那中国大陆怎么样去管这几百万难民 马上就会 朝鲜半岛乱 马上就跨过压力 这样就过来了 中国大陆怎么去解决 第二个可能会打核战 因为北韩有核武 每次金正恩就要打核战 核武 湖测城一过来怎么办 那整个东北 整个华北还要不住人 是不是 他就在旁边 那个山东半岛跟朝鲜半岛之间的距离 就109海里 很短 对 河南的湖测城刚好就过来了 这真的是非同小可 第三个 反冲区 这是最好的反冲区拿掉 那我中国大陆还怎么反冲 所以关键就是在于说 不要生事 不要生乱 生乱 不要生战 不要生乱 绝不容许 OK 好 这战场上面真的真真假假 下面这个消息是真假呢 大家也在讨论 纽约时报就报导说 根据美方掌握的最新情报显示说 去年 北溪天然气管线 被炸毁的幕后K手 是一个亲乌克兰的团体 不过美方没有发现 乌克兰总统Zalansky 或者是说乌国的这些官方 政府 有涉及这项攻击的相关证据 可是拒绝透露更多的讯息 所以大家就在问 那你放出这个消息的目的是什么呢 委员 您觉得 我觉得 没有细节就是谣言 只是要引导方向而已 不因为那个德国那个DECIDE 他有做进一步报导 可是也很模糊 说一个乌克兰公司 属于两个乌克兰人 然后在波兰租了一个快艇 那快艇上面有六个人 可是坦白说 你要把那个爆炸装置 弄到这么深的地方 而且还有足够的威力 要能够炸穿那个北溪管线 那个有相当的重量 那个爆炸装置有人估计可能上百公斤 而且你光是要进到那个海域 你怎么进去 如果没有在演习 那个地方是不是领海 就要看那个位置 事实上据了解 后来有两个点爆炸 可是那个爆炸的威力是相当大 那个爆炸物应该有上百公斤 那你如果不是有那种 坦白讲大家都认为是军方才有的装置 你知道能够潜水 还能够让他推动 那个民间还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我问一个假设性问题 如果最后证实是美方为主 在背后主使的话 你这个推论太快了 你能够先第一个先要证明他的国籍 因为这些人的国籍 可能还是四面八方 因为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团体很多是国际人士 事实上最近在俄罗斯炸的那五十个潜进去的 对 那个也叫做抗俄罗斯 里面还有俄罗斯人 对 所以如果是抽丝剥茧 照您讲的 就是主要是美国跟乌克兰军情单位 事先知不知情 OK 这个才是关键 OK 而不是人是谁 那如果这样子照您抽丝剥茧 这样查 进一步查的话 可以查出来幕后主使者吗 永锋老师 有一天啊 有一天 有一天你会解密 有 查不出来吧 柳条胡事件 关东军自己做的 真的是 连钢春林自己在日记上都写了 还在东京开庆功宴 所以说 先思考说 做了这件事 对哪一边有好处 那个好处是什么意思 张作霖那个爆炸案多久就曝光了 对那个十元婉儿这里就说了嘛 那战后的大审 我才是战犯 为什么我没有变成战犯 十元婉儿嘛 而且那计划是照他写的嘛 好几天以后 对嘛 但是 当时的当事人都知道 也就是说关东军自己强行做这件事 要让东京追认嘛 这个当时就已经知道了 所以例如再讲一个例子好了 2010年的韩国的天安舰事件 谁有那个能力 括号只有美国有那种能力吧 不是北韩 北韩没那个能力 非常浅的潜海 然后从水中的潜水艇等类的武器 发射了可以集成天安舰的鱼雷 能做得到的 大概美国中国的海军我不知道 另外北韩没这个能力 那南韩是不是这样认识 所以没有人签字啊 调查了 联合国调查了半天 没人签字啊 尤华老师如果照您这个逻辑的话 所以这一件事情 您怎么看 没有办法让我们马上知道的 所以表示是组织性的嘛 所以从这边去思考的话 大概会 不过我小补一下 这件事情很诡异 因为肖子被拜登叫去白宫 那隔天这个新闻就出来了 那通常 这种新闻出来 一定是安全单位告诉他的 那安全单位会先知会各国的安全单位 所以肖子那一刻应该会被告知 讲到德国 小补一下好了 北溪一号二号当然是 主要是德国嘛 但是另外各位忘记一件事 从俄罗斯直接有天然气管通到西欧 譬如说意大利西班牙的 通过乌克兰 拍謝 乌克兰那个瓦斯管现在还在通 乌克兰自己都没把它切断 对 然后战争中 对 所以我也不晓得啦 切断 切断瓦斯管到底是对俄罗斯有好处还是坏处 思考看看啊 乌克兰一年收10亿 yes 怪怪的 非常怪 战成这样 整成这样啊 有瓦斯管从我们家过去 没有把它截断 让俄罗斯继续收钱 很怪啊 乌克兰也收10亿啊 两个都收啊 说了一听啊 听完两位柯南的这种分析之后 大概观众应该有一些 心里有一些答案了 但是您刚刚提到说 这个有一天 答案终于会水落石出 但是是哪一天 真的还没晓得 曾经拿到普利斯奖的一位资深记者 叫做贺希 他我特别查了一下 他是在1970年代的那个时候 拿到这个普利斯奖 那么他呢 最近指控美国啊 说是去年破坏俄罗斯跟德国之间 这个北溪天然气管线的幕后黑手 报导还指说呢 具体计划是由CIA负责制定的 那么在2022年6月北约演习期间 当时呢 美国的海军潜水员呢 是奉拜登总统的命令 在挪威当局的协助下潜入波罗的海 在北溪天然气管线这个上面呢 放炸药 然后在三个月之后引爆 当然这个报导一出来之后 你可以想见的是呢 包括白宫方面 包括所有这个被问到的 这个官方呢 CIA也是 挪威当局当然也是呢 极力的否认 好 我想请教Ross 这个如果属实的话 你先看一下这个怎么 这个报导你怎么看 还有如果属实的话 你觉得美国会怎么收拾这个谈 我真的觉得不舒适了 我觉得Hirsch就他就是想上新闻而已 他真的没有 我个人觉得他没有提出很具体的证据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不是美国干的 我一直认为是俄罗斯 因为这个造成很大的海域里面的污染 拜登团队那么爱讲环保 怎么会感激这种事情 我真的觉得不可能 而且我们常常 不管是什么角度 我们常常批评拜登团队 不管是在阿富汗 或处理其他的外交事件 能力不足了 他们还敢做这件事情吗 怎么可能 真的 白宫方面现在是回应的 这个原文是这样 他说 他认为是完全错误根 根本就是虚构的 那如果不是美国做的 你觉得会是谁 我一直认为是俄罗斯 俄罗斯 对 为什么 这样会造成西欧国家 加上美国的内部的很多矛盾 不团结的地方 因为他们都会互相之后 是你做的吗 是谁做的 而且这样做那个时候 虽然北希尔已经 德国就是在开始打战 前几天 德国已经说北希尔不做了 就先stop 但是还是要有做很多能源的输出 从俄罗斯到西欧 到现在还是有了 所以要做很多调整 这个不等同 就是北希尔被炸掉 不等同俄罗斯会 会 lose money 他们还是会赚钱了 但是要做很多这个输出能源的调整 其实其实都对俄罗斯还是有利 不是有弊的 对 大使刚刚一边提到 大使也不相信 大使您怎么看 我另外想请您 除了看这个事情之外 还有就是快速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在关心的是说 会不会有更大规模的 俄乌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 是有可能 现在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北约赶快提供 这么大量的先进的坦克 给这个乌克兰 而且斯文斯基到处去 你看找武器 因为美国是在决定 这场战争的强度跟它的范围 这个强度跟范围是有默契的 他在调控中 第一个范围绝对不能打出乌克兰 战场就是乌克兰 这是第一个铁则 第二个不能让乌克兰倒下去 可能也不能把俄罗斯打垮 所以要让这场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所以现在为什么要赶快加强 它的战策能力 就是评估乌军现在有问题 所以要从这场战争 要延续的打下去的话 现在乌军要赶快增强军力 因为等到四月的时候 这个春暖花开以后 就是打大光荣会战的好时机 那条件就出来了 那俄罗斯前一阵子在这个乌冬地区 是展现了很强的战斗能力 然后他整个后背动员也已经起来了 那你要知道这场战争 看起来我们地图上小小一个点 光西部这个战线是1000公里 1000公里 你想1000公里 你万50万大军100万大军放下去 你还是很难做一个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随时可能会突破 不过现在看起来 俄军的重点还在顿巴斯地区 还是要把这个两个地区的 这个基本上把他的完整的顿巴斯 先拿下来 当然像南像赫尔松 像这个中部地区 看起来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还是挤住在乌冬地区 可是天气好的时候 我觉得从美国对现场 对实际战事了解 它是要加强的 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个报道 美国打死不肯承认 不会承认的 这个报道我觉得 就是说会有变化了 只有两个国家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受害的 俄罗斯是钱袋子出问题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是德国 德国花大钱修这个管线 对不对 那当然中间 他的整个的能源布局 现在完全打掉了 那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俄罗斯反正已经进入战争了 也没有再什么进一步报复的手段 可是我觉得德国会用一种 会用一种台面下的方式 去寻回他的正义 那这个台面下方式我觉得就对俄乌战争的支持度 因为前一阵子德国受到极大的压力 你看那几天在谈报式坦克的时候 全世界的媒体就只报一件事 就是德国的报式坦克 西方媒体集体猛攻 德国承受不了压力 那可是问题另外一方面 你要知道北溪二号被炸了不久以后 德国有个很大的动作 就消枝突然跑了一趟北京 你觉得这是没有连带意义吗 所以我觉得德国其实也不会再进一步 把这个事情再去追究了 那今天我觉得Hirsch 他今天不是他主动采访的 是有人给了他很多资讯 那这个资讯我觉得以Hirsch 他自己本身的过去的资议来讲 他一定严格查证 严格查证以后 他愿意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个事件上来 他也摆明了我就是匿名的 匿名者提供的 可是我把整个story讲得很清楚 那四个国家他都敢点名 然后是谁什么时候开会 然后呢是用什么方式 比如说这个什么方式 然后最后因为不要跟那个 所谓加勒比亚2222这个军演合在一起 所以等了三个月 用这个远距的这个 这个什么标投入海中 远距把它引爆 他这个讲起来就是说 能够讲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 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表面上 大概就停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觉得水面下的动作 就是说桌子下 那个脚可能会踢得很凶 还在滑 有的人的脚会把人家的那个小腿踢的都是 这个我觉得是免不了的 就看台面下的动作 不过像您刚刚讲的说 这种资深的新闻人 其实在查证上面一定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大使这么说的话 Ross还是觉得不是美国干的 我觉得真的 如果是川普治争的时候 我也相信 但是我真的不相信 拜登总统会approve 类似的动作 真的 好 这个Ross还是很坚持 OK是Russian 这是俄罗斯干的 之前美国不断的反对 说你德国 你的能源命脉 被俄罗斯给掌握的话 那你选择上面 就会出现一些难处 我想在这个事情上 你觉得像北溪2号 已经完成95%的情况之下 德国在做选择跟判断的时候 会受到这个牵制吗 那以下决定 我觉得不会牵制 这个反而是美国跟德国之间的问题 因为德国它主张的是 要有能源的主权 那今天美国剥夺了德国 获得能源主权的这个权利 也就是说 对德国人来说的话 原来的那条管线经过乌克兰 经过乌克兰 那如果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系 一旦变坏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俄罗斯 就会关掉乌克兰的这个能源线 这样子会使这个中欧 尤其是德国的 他们的能源就出现问题 尤其是在冬季 那对俄罗斯来讲 他认为我每一天我打出去的天然气多少 这是很科学的 可是怎么会到终端以后 例如说流到德国端以后就会减少 那就是表示有被偷 那被谁偷 就是被乌克兰偷 所以俄罗斯就一直指控 乌克兰说你偷我的天然气 因为我出去的就是那么的多 怎么会分到最后不见了 那就是你偷走 所以他们一直有争端 一直有争端的情形下的话 对德国人来讲 这个这条管线不安全 所以他一定要再拉第二条管线 因为北溪一号线 已经不符合中欧的需要 所以他要拉 那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如果这条线拉完的话 乌克兰的战略地位就不见了 俄国随时可以关掉天然气 乌克兰没有天然气 乌克兰根本过不了一个冬天 那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 就要加强美国 对乌克兰的能源的支撑 美国要从哪边运 这个天然气跟石油 送到乌克兰去 所以你认为德国是分得开来的 就是跟美国跟俄国之间 处理天然气跟处理乌克兰问题 是issue by issue 这完全分开了 不过美国怎么出手 我问一下 拜登上任之后 其实专心的是在内政 多于外交嘛 疫情 经济 基础建设等等 对不对 对 还有南边的便捷的问题 对 但是我们看到的状况是 他在外交上面 其实动作也是很快嘛 不管是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俄国 我想请教的就是 这一次媒体上面的解读 就是前段时间拜登讲 这个普丁清理政敌 是筷子手 然后后续才有这个 普丁集结部队这个事情 时间上可能是巧合 但是拜登某种程度 不断快速拉盟友的过程 自己先把外交的压力 波给提前掀开了 你觉得 其实拜登要负一些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初是副总统 我说2014年 俄国侵略克兰的东部东巴斯 这个区域 尤其是我们保守派 我们觉得当初 欧巴马跟拜登的反应 真的是太微 真的太弱了 不管是在乌克兰 或者在南海 环年岛 我们都觉得 当初美国也没有支持 蒙古菲律宾 那个时候没有支持乌克兰 所以拜登也要负责任 所以他还记得了 所以这次虽然竞选的时候 很多人批评他说 他当选的时候 他不是很care 这些外交的问题 中国他对中国的政策 或对俄国的政策会态力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有维持很多 特朗普的一些外交政策 甚至会更强硬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 美国不管是军方 和外交传家国会 应该要感谢习近平跟普顿 为什么呢 因为导致美国 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 在某一些政策和外交议题 已经团结 一个是中国 美国严党团结就靠中俄结合 不过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美国的说法 让中俄能够结合对抗美国 对啊 这看您怎么看的角度了 洛斯我请教 一个国家的元首 去把另外一个大国的元首 说他是筷子手 你觉得这个符合外交 而且普京是76%选票连任 对 那你讲人家说是筷子手 你觉得这个符合国家礼仪吗 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元首 会说很多不恰当的言语 为什么我们美国总统说的 就被批评 不管是那个说是特朗普 现在是拜登 他们讲话很诚实 很兴趣 普丁从来没有说过 普丁从来没有说过 拜登是筷子手 因为他有罪 他要忍罪吗 不可能 那我问一下 因为被称为筷子手之后 普丁的回应就是 我祝拜登身体健康 这句话是 其实真的是祝健康 还是有点危险的感觉 他其实反应的没有很对 不是很对 是没有全部反应 他还讲了另外一句话 他说 我记得之前小时候 我玩这个花园 我们花园的那些小朋友 都有一个说法 只要你叫我什么东西 那你就是自己 你就是自己这个东西 对 就是你骂我 你骂我是筷子手 其实你就是筷子手 对 可是他没有把那几个字 讲出来 他没有讲出来 他是这个东西 他讲这个故事 他没有讲那一个筷子手 这几个字 他就有这个比喻 但是俄罗斯人说 祝你身体健康 就是祝健康而已 我觉得是啊 因为我们又看到很多新闻 拜登真的就是身体要 就是可能补一下这样子 又是俄国来的 Josh一文 我觉得 拜登上空军一号 我们有看到啊 我觉得 我这个有点像国际的场合了 就是美俄又在 又在对抗 那我叫郭伟员好了 来 就刚刚讲到北约东扩的问题 其实英国是有口头声援嘛 对不对 那德国也有 但是 应该是德国 乌克兰驻德国的大使 有要求德国 已经看到乌克兰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 你们德国应该跟俄国要断交 这是驻德国大使说的 这个这反映了什么你觉得 就乌克兰希望 北约跟欧洲跟俄罗斯进一步更远嘛 一个大使驻德国 然后说德国你应该跟俄国断交 这样子 过去国际场合也很少见 很少见啦 而且乌克兰对德国来讲还是弱国 还是弱国 不过这个问题是这样啦 就是说 刚刚賴教授是分析一个方面 就是俄罗斯不会做事 可是俄罗斯真的要把 乌冬促成独立甚至并入俄罗斯 这个西方也没有办法做事啦 这太严重了 而且你会使俄罗斯跟乌克兰就 始终处于战争状态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 你要想 地缘上是没有 因为我们要知道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嘛 而且乌克兰再过来就是波兰 波兰也非常害怕俄罗斯啊 所以你就会让 整个东欧有部分的国家 又回到冷战的时代嘛 这个是必然的啦 所以我才会说地虐伯和以东跟以西的区别 所以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很难 这个才是重点 如果美国跟北约 没有一个很实弹的政治的话 接下来俄国突然会说 那边那边那边 都是讲俄文的人 那他们就说 什么隔壁旁边的国家 我们还要进去保护他们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因为当年纳粹就是这样搞的嘛 他先搞捷克 然后后来再搞奥地利 难道普天是说希特勒吗 不啦 我没有这样推论 这个是 2014年克里米亚那时候 当时就已经看到这样的状况 当时也有嘛 是 所以15年才会有个多边的米斯克协议 对 那多边还包括了有德国 俄国 法国跟乌克兰 但是这个协议 现在又双方指控说彼此违反 对 问题在这里 就是你没有这种协议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他都觉得对方是违反这个协议 既然走多边还没有任何的功效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这一次 真的又弹劾 难保这地方未来还是会出现同样的状况 从政治思维上来讲 所以我跟赖教授确实比较悲观 我认为局部的军事冲突真的会发生 我那时候为什么说no呢 因为我的意思是已经是在这个状态 已经在状态 不是以后会有战争 因为乌克兰已经是7年跟俄国在打架 所以不是以后会不会的问题 是因为已经有7年的战争情况 英国智库有个报导 它是说各国经济对于俄国的制裁 经济的手段 外交的手段 其实俄国是没有在怕的 因为这么多年的事件 金融时报分析 美国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 其他会员国的意见其实 并不是跟着美国一致的 当然有些是反对的 包括像德国为首的西欧国家 就反对北约继续往东边走 当然美国距离这么远 非待不待人家门口 他当然觉得说 一直往东 或可以抑制俄国的发展 其实大家想你看 地缘的周边国家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想要在欧洲的 这块大陆上面 有更多的纷争出现 但是也不得不在现在 好像被美国 push往那方面走 是吗 是啊 所以我才觉得说 美国这么远 他摇关这么多 OK 当然他可以啊 因为离他这么远 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 对不对 可是周边的国家都受到了 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待会怕 也不希望 也不一定是怕 只是不希望在他们旁边 都会发生这些冲突 当然Russia 可是美国因为离这么远 所以他一直会说 欧洲都是家新闻 欧洲都是什么人 当然是这样子 最迫切的危机 其实就是能源的问题 欧洲现在是很担心冬天要来了 然后最近又发现 输送天然气到欧洲的北溪 管道发现破了四个洞 发现这件事情的瑞典丹麦 向联合国提交的调查报告指出 北溪是被炸药炸破的 没错 爆炸的强度相当于 几百公斤的炸药所引爆 这显然是人为蓄意的破坏 当然谁破坏了 现在众说纷纭 许多的国家 包括欧盟 美国 都把这个矛头指向俄罗斯 俄罗斯也反批压 说管道破裂的背后 是有西方的痕迹 我想请教一下邱老师 因为其实能源问题 确实让欧洲现在非常的担心 因为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你看德 法 都是 英国也是 但英国现在也看到说 为了要解决能源短缺 而造成的通膨问题 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了一点 我特别想问的是说 虽然英国推出了像减税 然后特拉斯推了大减税 但也最后法夹完立刻赶快做调整 遭到反弹 甚至现在这个决定可能会有 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首相的权位 大家这两天也在讨论是说 英国好像是希望看到曾经在美国 成功过的雷根经济学 好像把它拿出来用来对抗通膨 可是行不通的原因是 英国它现在的经济情况 就是停滞性通膨 它的通货膨胀率大概是9.9% 但是它第二季的YOY的经济成长率 是只有0.2% 所以整个GDT拉不上来 因此英国它现在就是把它分开来 把这个货币跟财政用不同的方向 它不是要把这个总和需求往左带 让这个整个的通膨下来 它现在的目的就是说 在通膨方面 它是持续的升息 因为它了解它的通膨的由来 不是这个需求拉抬 因为它GDP不行 而是成本推升的 因此它在货币方面是紧缩的 可是它在财政方面 却是宽松 为什么 因为它降税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那想要说就把这个GDP能够拉抬上来 那但是这个时间点 就是说雷根经济学不适用的原因 就是说通膨非常严重 而且是伤害大多数的中产阶级 英国的民众 但是它想要减负人税 那在这个时间点 英国民众当然是没有办法等待 因为雷根经济学的精神 就是等那些负人再重新分配财务 Trickle down 对 Trickle down 所以说等不及了 那也只是导致民怨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 雷根推出了这种大减税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段时间 确实让这个经济 英国要两三年上 对 但英国总是要两三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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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